实时给出鉴定结果 下面 由我来演示给大家 赢品 真品 赢品 求求 求求我 救救我里面 救救我里面 大夫 大夫 他还在哪儿干呢 他们领导已经同意他离职了 现在手里的案子结了 他们就会放他走 莫生 莫生就到了 怎么了 车钥匙给我 后面的事情你搞定 你什么意思啊 昨天不认识 车钥匙给我 你什么情况啊 自己人 好 不是打吧 有什么随手啊 人呢 还剩钢的 他悲伤过度昏迷了 现在在病房呢 今天下午 万证刚买了新家具送到老房子 准备装修完给赵宏宇住 正在收拾 他失联三天的妻子林白玉 突然闯了下 这个林白玉认为万证刚 在九号木的案件中出卖了他 要和万证刚同归于尽 可正在这个时候 万证刚的女儿赵宏宇突然冲了下 阻拦林白玉 林白玉丧心病狂 开枪击中的赵宏宇 赵宏宇下意识环境 当场打死了林白玉 这就是万证刚的口供 下周那顿法 你买单 必须的 下午又干嘛 下午又干嘛 潜于老板 你的辞职报告老李还没批呢 如果下是你去的话 洪宇就不会死 你也先走 之前赵洪宇啊 就有多起大家都寻心姿势的前科 我们会派一名民警监督他的社区改造的事务 是 每周他必须向派出所报道两回 小邵 这是民警小邵 您好 我叫邵宽城 以后赵洪宇就由我负责了 怎么负责呀 娶我呀 闭嘴 少 少警官好了 这是我在电视台录制唐使讲坛的入场券 不成敬意 谢谢 好 有话说有批放 姐 我叫赵洪宇 洪宇 其实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 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警察找到我 告诉我你妈因为异症自杀了 找我们干吗 欠你钱吗 我们是妇女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我对你有义务啊 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稿的时候 还记得你我女儿吗 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稿 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 在哪儿啊 在路上 你不会忘记今天的采访吧 我可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了的 人马上就到家里了 你可别迟到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西装和卡西斯裤子吗 对啊 那就不用换衣服了 好的 笑什么 是不是我不跟你回去就得去坐牢啊 当然不是 如果你想回自己家我可以送你 家 好 好 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鼓励你把我的鼓励坏了吗 我把鼓励坏了 妈的 咱们给什么说话的 干什么 你们跟着吧 不许打人 跟着吧 无忌蛋了 侯爷 tengo 走 我 lingu不知道 还走 我进去了 莫곳 游啊 万教授 你回来了 老万 你怎么才回来呀 大家都等你半天了 好 什么 真够气派的 同学 请你换个鞋 不太方便 要不然 你替我花 老万 这位是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对 我是她远房的亲生女儿 也不是太远啊 就是拘留所到这儿的距离 我住哪个屋啊 小灵啊 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谁自诩自己做的事最稳妥了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 这几年你找女儿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林白玉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 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 那我就太失望了 难道你是故意的 故意当着有外人在的时候 来个先斩后奏 万教授 我在为你奔走 为你安排 让你的电视节目可以继续播出 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给你安排电视采访 不就是为了让电视台给你续约吗 换回来的 就是这样的当众羞辱 说话呀 不说话这事能过得去吗 小灵 这十几年 你每次跟我发脾气 我都百看不厌 你美得不可防恶 我不认打断 大新 那可是真家伙 罗莱塔 意大利铭枪 毕竟数位奥运冠军之手 收藏极的骨头 你看 连子弹 都是银制的 还有子弹呢 这撞上就能杀人吧 这把枪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胖的 你得有 合法的持枪证才行 蓝玉姐姐之前可是 专业的射击运动员 大叔 你紧张什么 这有没警察 手法可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 还没请教 您是内配 那你又是谁啊 不好意思 林涛 林涛 坐 为什么那么主动给赵红宇安排工作 我就是想送万证纲一个人情 好让他以后帮我的忙 咱们随意吧 人还没到齐吧 小刘吃过了 不是 我是说孩子 不等孩子了 我没要孩子 从未打算要 我不喜欢小孩 这点你们俩都是挺像的 谁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呢 我以前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时候 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什么孩子染上吸毒之类的恶血 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万教授认为 教育可以塑造人 可我认为 一个人的优劣 大多是来自于基因 我认为 那以后你们的财产 谁来继承 不是我们 是我 你看看这一切 都是我辛辛苦苦 勤勤奋奋工作得来的 这世上 没有不劳而活 关于怎么养活自己 就不用你来教我了 可惜了 我的工作呀 被你老公搞黄了 我说的工作 可不是穿着短裙 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 我是 词 串 也刚才在地上 话不好这样说的 你不穿短裙 不也才纪念而已吗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的那个秘书啊 最近正在休产假 你 就是你 你敢不敢到我的公司 去上班呢 你们公司敢不敢 让员工穿短裙啊 我们都是跟艺术品 打交道的 这个 我们很自由 来 来 丁总 我敬你 好 敬你 来 敬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九号目 想拿它入伙 但九号目卖卖太大了 只有外国买家才吃得下 所以中间人 只能是完成纲 小林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这叫犯罪你只能不知道啊 我原来做过法制节目 法律的事情我比你懂 林涛就是让你介绍几个外国朋友 给他认识认识 至于他们怎么合作 我们不参与 我们不知道啊 你这叫自欺欺人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占顾完生意 因为这池子水太浑 出于你而不然是我的必胜追求 我记得稍费 他愿意出这个书 我是做学问的 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钱对赵洪宇重不重要啊 我之所以同意他住在这儿 是因为我知道 你绝对欠女儿的 可这是我家 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 取决于你哦 早 早上好 你这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给的 算是喂狗了 他现在嘴硬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 女儿 究竟对他有多重要 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搞定他 不靠他女儿 得靠我 我想让他哭他就哭 我想让他笑他就笑 他还以为 他是自己想哭 自己想笑 我 警官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这么问 不然你们不会平白无故 来问林白玉的事 你们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 更有价值的线索 我会争取再罪立功 林白玉已经死 林白玉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相信林白玉 我就是被他拉下水的 他 他 他是罪恨获主 林白玉 赶紧走 投资方很认可我们的产品 但是对你的表现非常不满 本来今天是要签约的 投资方说再等等 为什么不接电话 微信也不回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少宽城你去哪儿了 能回我一条信息吗 当初创业的时候 你说三个月之内肯定离职 结果呢 三个月过后又三个月 你是不是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 我会继续 二十五人 抓获涉毒人员二十三名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颗 娱乐城老板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晚 这案子是你破的是吧 对 你看你看 这个就是我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颗 缴获毒品三百二十五 你厉害啊 你站这么远都能认出来 没你厉害啊 就这么吼这视频 你都看四遍了 净毒支队赵宏宇 邵宽城 刑侦支队文物大队的 你们俩 郭德宝 男 一九六五年生 袁锡京电影制片厂美工 在文武级方面自学生产 对文物断代及寻找古墓位置非常在行 擅长爆破及自制武器 自二零零五年左右起 与西京市交线组织多个盗墓团伙 疯狂进行盗墓及倒卖文物等犯罪行为 导致大量文物骨骑损毁或流逝海外 一个月前 我们在查处一些文物走私的案件时 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 郭德宝回到了西京 再策划一起叫九号墓的大案子 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调取 我们果然发现了郭德宝的刑迹 他在一个月内 两次进出这间金手艺术品公司 这家公司的法人及董事长 叫林涛 我们对金手公司进行了排查 发现除了几起来路不明的文物交易外 并没有发现该公司和郭德宝之间的 非法往来 之所以还没有正式传讯林涛 主要是担心打草金蛇 断掉了郭德宝这条线 好 坐 听了这么久 这个郭德宝又不贩毒 为什么要找我们 小赵警官是直截了当啊 真好 是这样的 我们在摸底金社公司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占过百分之三十的股东 他叫林白玉 跟那个林涛是同乡 他的身份吧 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他是咱们西京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他是西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万正刚的妻子 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 你看看 你也可以坦诚地谈谈你的想法 你要是不愿意 领导们是绝不会勉强你的 小赵警官 我也实话实说 选你 当然是考虑到 你跟林白玉一家的特殊关系 这样便于接触金社公司 洪雨 有什么困难就说 在座的领导 会尊重你的决定 他姓万 我姓赵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 李队长 你凭什么认为万正刚 会认我这个女儿呢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 说 这本《谁在收藏中国》 是万教授编写的 你以前叫万俊 对吧 在一千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反观唐代 无疑有两个女人最为之名 一个是把李唐皇帝改下台 并取而代之的武则天 一个是让李唐王朝 彻底走向衰败的杨玉桓 而站在这两个最具传奇性女人之间 就是挽救并延续了武士一族显赫地位的 并为自己选择了继承人的 武会妃 当时 唐玄宗本想立武士为后 结果竟遭满朝文武公开反对 最终 最终腾玄宗不得不被迫选择妥协 昭告天下 策立武士为会妃 皇帝宣布 后 会妃为后宫之主 宫中所有待遇等同皇后 施为无冕之后 而后来乱唐的杨贵妃 却因诗人 戏剧家文学家的传唱千古留名 武会妃则被摆到了正史的边缘 几乎被人遗忘 竟然连牧种都无人问津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 但女人是男人的引子和镜子 文身行吗 所以女人也是中国历史的引子和镜子 许多事因女人而发声 因女人而结果 因女人而真相洞悉 因女人而扑朔迷离 你比电影让胖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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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电影要了 不是 为什么 您要我送的 难道您不愿恨我吗 不害羡 不过 我想了解一下 红宇的另一面 她只是这一面 其实 我算不上了解红宇 我很惭愧 我们的搭档 也不是很默契 但是我坚信 红宇是我见过的 最优秀的警察 红宇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嗯 红宇下班了 那工作太无聊了 我不想去了 回头我跟林涛说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嗯 好 好 那 我 是吗 我 是吗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这儿干嘛呢 打火机没气了 你认为万教授会有打火机吗 我可没你了解他 他有吗 高级 小刘说你们家不准抽烟 到底有没有这规矩啊 这是我家 规矩是我定的 我说谁能抽 谁就可以抽 感恩 你老公呢 他今天有课 一早就出门了 他临出发前让我转告你 今天别忘记去派出所 找邵警官 我把这事给忘了 谢谢万太太 不打扰了 放心吧 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审认的 好 随时联络 再见 你说我是不是 史上最高调卧底 跑到派出所送情报 这点子谁想的 给请他吃个饭 高啊 太高了你了 刚才电话 明白日给我打了 他看到你 在万全方的书房里 鬼鬼祟祟的怀疑你投东西 他怀疑我投东西 说明彻底相信我说小混混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不会怀疑万正刚吧 万正刚是林涛公司的顾问这点 你不会不知道吧 它有大量的海外关系 其中就有不少做大宗交易的 固定商人 所以会不会存在 这样一条犯罪页 就整个九号目的案件 都是由林涛出资 郭德宝盗墓万正刚 负责消藏的 我好像明白了 赵黄远 你之所以那么痛快地 参加这个任务 是因为你恨万正刚 你巴不得他是个罪犯 这样你就可以抓他了是吧 我并不知道万正刚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我是一名警察 我不会犯过任何一个 有嫌疑的人 你还知道你是 我再强调一遍啊 你的任务是调查林涛 不是万正刚 九线你不是我领导 不要命令我该干什么不干什么 其次你的工作 是把我调查的结果汇报上去 我就是个传话的 另外 确实找他这么久 真品 那初步检测唐朝的宫廷物件 更具体地要交给专家吧 这就对了 之前盗墓集团到的几座陪葬墓 都是唐朝的 这就说明万正刚和这盗墓集团 肯定有关联 我说咱这脑回路 能不能别那么大呀 不是每一件唐朝文物 都和九号墓有关的 这件肯定有 你看 这个人 昨天来找万正刚的时候 就鬼鬼祟祟 连看都不敢看我 小泽 你教我怎么查 你呢 可以先看看这双鞋 限量版 你看金色的 全中国都没几双 就西京这么大点地方 你只要能找到这双鞋 肯定能找到这个人 哎呀你啊 不是我领导啊 别命令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我就是一传话的 不负责帮你找破鞋 不负责帮你找破鞋 把玉琢给我吧 我得回去了 这东西要进一步检测 如果是出土文物 必须上缴国家 那等案子结束之后再说 我现在得把这拿回去 别呀 你不混混吗 就当你偷的 多合理 这个给你 这是我在金舍公司 查到的东西 赵霍云 赵霍云 你别 赵霍云 来 少警官 别误会啊 我太太不太了解情况 这件东西呢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本应该就属于红鱼 不算头 不算头 少警官 我可以走了吗 那注意言行举止啊 走吧 那你忙 我慢走 好 我 来这干嘛 咱们回自己家看看 顾地重游 顾地重游 坐吧 很干净的 我经常一个人过来写点东西 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你不是一直他妈的生活在别处吗 你不是一直他妈的生活在别处吗 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你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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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俊 数过二十下啊 不许赖皮啊 你去大小鱼呢 你去大小鱼呢 没来 你 Shay 我吃一枚 人都吃一枚 我吃一枚 不许赖 抓到你了抓到贼了 俊俊 你怎么跑屋顶上去了 赶紧下来 警察招到贼是要奖励的 但是俊俊今天不听话 又爬屋顶了 今天只能奖励一个大 去玩吧 叫警察 俊俊 我妈姓赵 我叫赵红宇 红宇 我知道 你心里怨我 甚至恨我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可是这些年 我真的一直在找你们 有一次 我已经找到你们家了 想见见你 可是你妈跟我只说了一个字 滚 第二天你们就搬家了 都是我妈的错 不 我知道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对你妈妈来说我是个坏丈夫 可是 我当初和林白玉的关系 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我是个读书人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把我的所思所想研究发现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 写到高兴的时候 我恨不得喊出来叫出来甚至跳起来 仿佛那个时刻我就是古人 我是皇帝 我是诗人 我是库吏 我是战士 我多么希望你妈妈跟我分享着大唐盛世 千古诗篇 可是每当我给你妈读的时候 你妈不是中途睡着了 那就是让我小点声 怕把你吵醒了 可是林白玉 当我第一次读给她听的时候 她哭了 那她现在还听吗 当然现在 我很少给她读了 但是她能让你在电视上读啊 当然 是的 我承认 我的有些选择是错误的 但是洪宇现在谈错误没有意义 我想做的就是补偿 莫莫 这个呢 是你奶奶留给你妈妈的 你妈妈走的时候没带着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这件东西是很有灵性的 你 你 我妈不要的东西 你认为我会要吗 洪宇 我知道 我们的感情需要慢慢培养 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里培养 这里有你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气氛 甚至熟悉的味道 你 你不喜欢林白玉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把它简单装修一下 按你喜欢的风格 洪宇 我想这个味道 你一定熟悉 不停 不停 我认为 我对这一切都疯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你觉得空宇恨我吗 我希望她希望能恨你 带着我的想念 飞过了地平线 我和那笑脸还依如从前 上一个切我哥的人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不 万教授又怎么念了 李队他们呢 不是跟你说一会儿有抓捕行动吗 人在那儿呢 正交易那支玉华呢 人出来喝个茶就是交易了 你就要抓人 有证据吗 直觉 抓错了吗 你知道我们李队脸往哪儿搁啊 我重申一次啊 你的任务是丁灵涛 不是找万教授的茬 能不能专业一点 行行行 我往这儿盯着 你回去上班去 你别给我偷偷溜了啊 你怎么这么样子啊 不错 沧海啀 滔滔两岸朝 父乎尘恨随郎寂静朝 苍天宵 纷纷世上朝 谁 父乎谁 身处天之宵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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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哎 那个人应该就买下 新来的见证师 这已经构成倒卖文物罪了 一级文物的话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说得没错吧 你倒什么都知道啊 哎 你别去啊 你去了一会儿暴露了 你去跟着他啊 你去跟林涛 好吧 跟林涛去 喂 你怎么还没办法 我 我 我看了啊 你已经拖一起了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啊 停车 停车 出来 警察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没我不行吧 直觉 别动 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你是真不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跑 我以为余生解肥 你少跟我抖机灵 把你明文规定不能交易 为什么还要买 我是做投行工作 我明天在我的钱包里 你们应该确实 我真的不是什么文物贩子 我也是帮忙有忙 我平时也爱搞收藏 跟范教授 有多年的老交情呢 要是换有别人 大事我也不会收 不如不 二位请留步 现在台里啊 一切都看收视率 我们会好好做真人秀的 不枉费万教授把时段让出来 你好好干 坚持下去 这些年台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 有能耐的都走了 没关系 我还年轻 扛得住 慢走 好好好 说吧 他多少钱卖给你 没有钱 我担任帮他在香港龙几笔 五百万的送托基金 收托人是他女儿叫洪雨 他还愿意 我 在国外帮他练习学校 他想送女人出国读书 小林 你干吗 干吗 擦枪啊 给我 至于吗 好久没摸枪了 得练练 别生气吧 生气对身体不好 你幼稚不幼稚 像他这种没脑没胸没屁股的小孩 我能把他放在眼里 对对对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另外啊 我觉得也不 倒是你 唐氏讲坛结束了 没人找你做节目了 你就没有危机感吗 他是大学教授 社会名流 一辈子的干干清净 现在要上电视 正红着了 明星对他多重要 他能顶着违发的风险 就是为了孩子 你说 我能不帮他 我刚刚刚没告诉你说 东西 是从哪儿来的 说了 是他们家的主船 走 走 走 老万 有话要跟你说 走 好 好 万教授 我准备走了 什么 搬走 为什么 去老房子住的 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愿意 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黄云 你姓万我姓赵 我凭什么老住在这儿 你是我女儿啊 不管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 我们的血缘 决定了我们的妇女关系嘛 你要去哪儿啊 我爱去哪儿去吗 你 我自己来 你 记住了 你没有女儿 从来没有 我知道你在气我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肯留下来 你 你可以天天气我 好不好 童云 我 我的计划好了 让你出国 让你见见外边世界什么样 童云 放开 童云 童云 我给你安排了一笔基金 以后你就可以一事无忧了 好 当然 我们可以行不让他知道 他和林涛偷情 你放屁 你放屁 西京酒店二五零八号房 你可以去查 是不是林涛偿取报报 你放屁 林涛有方法 警察出入 他是否爱你 你把网友强 你和鸿子一起做un 就赶紧 拿来 但我 不然就主力了 你自己想要 只不知 你哪有 都吃了 摧毁 摧毁 完了 摧毁 婊子 你要再敢背他头上 我赶紧弄死你 你找死呢 口气不小 你妈不是我的对手 你更不是 蠢货 装死蛋了 开枪 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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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求求你们别闹了 开枪啊 赵红衣 把枪放下 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赵红衣 开啊 赵红衣 前几天是撬锁 今天是开枪 过几天是不是要杀人了 我是因为给你面子 对他已经很客气了 可我也是有底线的啊 对 实际有底线 你干嘛 你告诉林涛 我愿意跟她合作 你怎么想通了呢 是时候改变自己了 我愿意合作 我愿意合作 不光让她坐牢 连她也得坐牢 现在爱泽有了关键性进展 万教授主动愿意和警方合作 为什么呢 真是原因不太清楚 据她自己讲 她不希望 她妻子因为她精神有股份 而转上犯罪的便 她想保护她 把她受人诱骗 既然你们有了万教授 应该就不需要我了吧 我又准备归队了 得等林涛归案 你才算真正完成任务 对吧 在这期间的事物 她的事物 还有要是 我说 她是她的事物 我问她 有什么事物 她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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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物 我优秀 有什么事物 有什么事物 她对她的事物 抓紧时间准备 也就这两天了 通知孩子们 明天下午去三叔家拿工具 晚上进果园摘果子 你也来吧 张远 我也想进果园去看看 别忘了给孩子们发红包 红羽来信了 孤独报准备行动 明晚就会下木讯 好 晚上来一头经 通知专案组所有人 准备收网 是 好 陆布 嗯 万教授 买家的事 就拜托了 顺利 难道 就在买家中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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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 我去 我去 瞰 宏羽 宏羽 你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宏羽 一下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 是啊 你那边我也回不去了 不 如果你同意 我愿意搬过去跟你一起住 以后再说吧 你先回去吧 你等等 帮我换一张床 以前那小了 睡不下 睡不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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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安 通了 通了啊 哥安 拍点视频 给林老板发过去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看着样子 我以后的实际基本上正收了 可以动手了 好 昂大 就别去了 有点等候你 接客到了吗 我现在马上过去了 看了 过去瞧瞧 看了 有厅长 我出去接一下林老板 您把洞口亲一下 好 来来来 李太 被同志了 林导已经在路上 可要那郭德堡 能永远收入墙 同志路队 立即行动 速写 追之后 追� 追之后 急 爹 就这么点胆子 还盗墓 你就沿着这条路一只早 加点速应该能赶上我们手队 我发位置给你啊 我发位置 小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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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不是没有那个分道路 快点啊 下来 下来 那边有啊 那比较空气不好 李哥 对下面肯定是有什么 没发现过的吧 快点 不哄了 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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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们开枪 我在里面打 在里面打 伤口 伤口不是很大 不会破相的 谢谢啊 这是我从今以来最刺激的一次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吧 你不是办完这个案子就要辞职了吗 首席 办了这么大一案子也算爽过了 为什么不当警察了 可能是想让自己嫌得必须有出息吧 但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呢 吃糖吗 小淘气 有日子没吃过这个了 你请我吃糖 我请你喝酒 行 正好呢接受任务两个月 咱们庆祝一下 老板 你干吗去啊 帮警察一个忙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解通 请稍后再拨 好 来 小心 好 来 留身 留身脚下半点手 这边 好 有心脚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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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 好 就是 Kita sure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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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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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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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